修佛的人很幸运 真正找到一个知性人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诸大菩萨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我们对他还怀疑 这有吗 必须深入紧张 要晓得 外面境界完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你就不怀疑了 阿弥陀佛真有真有 为什么 自信迷陀 极乐世界真有 唯心净土 一切发从心相证 阿弥陀极乐世界都是我心相证 不是从外来 阿弥陀佛 这么说起来 人最重要的是对自己相信 自信才能信任 没有自信 对外面全是怀疑 自己变成孤立了 有坚定的自信 我关心别人 别人关心我 我念念念他 他也念念念我 特别有效的 特别有效的 阿弥陀佛 你念他 他真理念你 你要求他现身 他真现身给你看 到时候他真带你走 决定不欺骗你 如果我们把心量扩大 我爱一切人 一切人爱我 真的 一点都不佳 至少我居住的地方 我就是这些灵事 我真爱他 真关怀他 他们真爱我 他们真照顾 首先要不识 都是自己造成的 不是别人造成的 看到一切众生生患喜心 众生看到你也生患喜心 这不都是自己造成的吗 怨天诱人 那是大错的错 菩提心 是身心 是广大心 身心 因果 对因果不担心 深深的相信 他是真的 他不是相信 人跟人的缘分 统统有因果 这因果会变的 中国古人有一句话是 花五百日香 人无千日后 惊于两眼 真的 人与人在一起 相聚一千天 就是三年 为什么 平常都很尊敬你 很爱你 跟你住了三年 你什么毛病 他都感到 原来对你这个爱 变成成灰 成恨了 看到什么都不舒服了 什么原因 就是什么道理 太静了 什么顾忌没有 好不好 全露出来了 人家偶然见个面 给露出了好的那一面 不好的那边藏起来 你全是看到好的 没看到不好的 天天在一起 全都看到了 这个事情又麻烦了 所以这一种事情 到极乐世界 就解决了 为什么 你跟阿弥陀佛 住无量街 你都喜欢他 为什么 他没有缺点 你仔细去找 找不到 他每天 在那里表演 每一天 讲经教训 从没有间断 是为什么 极乐世界 人那么欢喜 极乐世界 欢喜的世界 那个地方是 圆满的私道 圆满的小道 是假 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 就好比父母 把我们送去上学 你这个好老师 这个好老师 很认真 天天给我们表演 为什么会天天表演 因为每一天 都有新来的同学 新来的同学 不知道多少 从舍坊世界 去往生 老同学 都学得很像样子 像佛差不多了 新来的要教 所以他的教学 表演 没有中断了 新生天天进来 人数无量无边 好在 大家是发性神 住的是发性徒 永恒不变 不衰不变 不需要饮食 不需要睡眠 精神永远是那么好 是那么样的高潮 所以到极乐世界 成就特别快速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四方世界 没有能跟他相比的 我们感激 释迦牟尼佛 他为我们介绍 讲这个经就是介绍 把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 把阿弥陀佛介绍给我们 我们接受了 真心 真心 真愿 老实念佛 决定的事 身心因果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我们是通过极乐世界 去做福 不通过极乐世界 靠自己 那 那要断烦恼 要消业障 通过阿弥陀佛 我们不需要消业障 不需要断烦恼 其实 不断烦恼 怎么成就 我们这个消业障 断烦恼 我们自己不知道 怎么断的呢 念这句阿弥陀佛 念断烦 因为你念佛是 同佛善根 同佛福德 同佛的相根 业障消了 同佛的福德 烦恼断了 执念这句阿弥陀佛 什么业障 习气烦恼 同佛就关他 自然没有了 妙就妙在此地 一切法门 不能跟他相比 祝佛如来 称赞弥陀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不施白白称赞 他真有智慧功德 不是随便说的 我们要相信 不能怀疑 一怀疑 这种无量无边的利益 我们当面错过了 就射掉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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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